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像都是关于外国的 中国历史的书好像 今年我读到的不多 我觉得写的好的也不是很多 我可以说从来没有满意过哪一本 因为每一本书都是出版了以后就觉得有很多遗憾 总是有一些话没说出来 有一些资料没有查够 大概每一本书都是这样的 我还是想写一些关于多国比较方面的书 明清史我也是打算 尤其是我退休了 假如将来有一个别的事情做不了的时候 我当然也是想 因为我原来都还有两本关于明清史的写了一半的书稿 后来到了90年代就放下了 我也想把它们继续写完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时间了 最近的很多学者 什么王岐生 黄道炫 什么这个新生代的学者我觉得都不错 都是一代比一代总是有进步